留学租房门提拖 小妮帮你不翻车 5期视频带你看遍潮牙房价 走着 潮牙徒步两分程公寓 进去转一转 潮牙8万日元的房租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们来看看 使用面积19平方米 独特的半三角护情 还是给了我不少惊喜 一开始我还很困惑 为什么这个厨房没有人去造 结果我发现了它 这真的体现了房东的良苦用心 知道学生平时忙 没有时间做饭 根本就不设计做太老 我说谢谢你 因为没有阳台 所以你想要晒衣服 只能把横端关在这里 比方说像这样 不过冬天可就要遭罪了 室内又潮又冷 没有阳台的房子 还是要慎重考虑啊 因为这个房子是钢骨的结构 所以隔音完全没有担心 尤其是这个窗户 双层的 隔音这一点 还真的勉强算上一个小优点了 这么小的房间 没有地方装衣柜怎么办 不用担心 玄关的衣柜完全可以自由组合搭配 就是没有办法遮挡 衣服落灰是个问题 女孩子的话 恐怕这一个小空间 根本不够用 还好最后位于分离 这一小生活品质 还是保住了 不然8万的月租 恐怕真的要骂人了 朝阳车站图不两分钟 既然比十分的话 我打七分 你们打几分 点赞评论关注小宁 带您看遍日本好房